朝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一直都采用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外交政策 所以让很多人认为落后的朝鲜会慢慢的被时代淘汰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朝鲜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 与韩国曾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如今却被一条三八线相隔 朝鲜的北部也与中国和俄罗斯戒绕 东面与日本隔海相望 其西面和部分南面则是黄海 如果不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朝鲜战争 可能很多人都还并不熟知朝鲜这个国家 由于朝鲜一向走神秘主义 所以朝鲜民众对外界的生活也并不了解 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当下 朝鲜更像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埋头干好内政即可 所以这也让外界产生了对朝鲜的误解 因为朝鲜如今是一个发展极其落后的国家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要知道朝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可是被外界称之为远东奇迹的一个存在 当时的朝鲜发展水平远超与自己同脉相连的韩国 朝鲜与日本一样 是整个亚洲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国家 朝鲜的城市化发展也非常超前 在苏联的帮助下早早实现了电气化 朝鲜的家家户户都享受着电力自由 而且朝鲜的农业机器化也在不断的被推进 以农业为主的朝鲜通过机械农业设备解放了众多农村人力 还提高了粮食的生产总量 在满足朝鲜人口的需求之后 还有非常多的盈余可以拿来出口到其他国家 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得以实现 由于机械的存在 在农艇有限的前提下并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参与 所以无数的农村人口也开始走向城市莫发展 这也让朝鲜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 在那个年代就已经达到了70%这种无法想象的数值 但是最值得感叹的是 即使大量的人口快速地融入了朝鲜城市 也并没有出现工作机会不足 担心时速等现实问题 朝鲜人民各自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并在吃穿用度都有保障的基础上 一直脚踏实地地生活着 上世纪80年代 朝鲜有过发展的巅峰时期 如果不出现变数的话 如今的朝鲜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亚洲国家 那么现在的朝鲜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呢 上个世纪的80年代 朝鲜发展到了一个令所有亚洲国家都眼红的水平 但是因为朝鲜的大部分发展 对苏联都有着极高的依赖性 所以90年代苏联的解体 对朝鲜来说可以算是一个灭顶之灾 没有了苏联帮助的朝鲜 发展之间陷入了停滞阶段 甚至还在后面还出现了倒退的迹象 也是自那以后 朝鲜开始闭关锁国 渐渐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 将刻板落后的印象留给了外界 但是实际上 朝鲜并没有自甘堕落 为了摆脱这种现状 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朝鲜虽然靠着黄海和日本海 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但是其渔业却并不发达 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然而在1945年 朝鲜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 也开始发展起了重工业和国防事业 思想的开放也具有了行动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 朝鲜在中俄的帮助下 设立了罗金先锋自由贸易区 经济特区的建立 确实改变了朝鲜 节节败退的经济发展 终于实现了经济的恢复性增长 再加上 朝鲜本身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只要朝鲜合理地进行开采和利用 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就有着很大的助力 如今的朝鲜虽然发展得非常缓慢 但是也绝对没有原地踏步 或者再走下坡路 虽然要想回到朝鲜的巅峰时期 为时已晚 可要称朝鲜落后 那也属于无极之坦乱 朝鲜如今的发展中心 主要围绕着平壤市 而平壤也可以说是朝鲜的门面 那么如今平壤的真实现状是怎样的呢 当地的居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平壤是朝鲜的首都 因为其地势非常平坦 所以得到此名 并且三面环山 有一条大通江横跨在平壤市内 将平壤一分为二 是一座历史幽远的古城 如今的平壤却早已改变了古城的外表 随处可见高楼大厦 但平壤的建筑面积 仅仅只有城市总面积的20%左右 其他的面积几乎都是被公园等立化用地所覆盖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园城市 也是全球立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而整个朝鲜总人口有2500多万人 其中平壤就有300多万 但是在平壤就根本不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 因为在平壤大部分的人 都是使用的公交车 避铁 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机动车少之又少 要知道 机动车在朝鲜 可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一般只有国家领导阶层和政府官员才能拥有 或者是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 也有可能会得到政府的汽车奖励 而且平壤还有很多突出的成就 比如平壤的地铁就是全球最深的地铁 平均深度在100米左右 最深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200米 这样平壤的地铁 不仅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便利交通工具 还在有紧急情况时 能够成为一个最安全的避难所 而且因为地铁位于地下深处 所以温度也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程度 地铁根本无需配备空调等设施 这也让政府开支省了一大笔闲 除此以外 平壤的建筑也投入极大 平壤拥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五一体育场 可以容纳15万人同时观看演出 体育场内的设施也相当完善 其次还有柳京饭店和高丽饭店 它们可都是超过百米的地标大厦 柳京饭店更是采用的金字塔式的建筑设计 看起来十分独特 在旅游方面 朝鲜虽然因为自身政策的约束 只对外开放了平壤市 南普市等城市和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朝鲜旅游景点的地位 比如朝鲜就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凯旋门 整体高度有60米 比巴黎的凯旋门都还要高上10米 我们从平壤来看朝鲜 其实可以发现朝鲜如今的发展已经步入了正轨 虽然朝鲜相对于亚洲顶层国家来说 肯定算是落后 但是近期年朝鲜也正在积极的发展经济 所以朝鲜并不算富有 但也肯定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贫穷落后 感谢观看